方圆脸也可以画的美式白开水妆咯 美瞳我选了我手里面最混血的一款 它颜色很蓝 像波斯猫一样 先揉一下虾 有的时候刷子真的是没有手方便 这样这个蓝色美瞳感觉眼周的暗沉更明显了一些 遮黑眼圈是整个眼周都要遮的 不是只遮眼下 现在还有人用美妆蛋上妆吗 我感觉好像已经被淘汰了美妆蛋 大家都是用粉扑 我自己的鼻子其实就软塌塌的 用小刷子蘸一点点就照着你的眼眸 眼窝的这个限定不要超过眼睛再往下 画就不太自然了 少站一点点把它轻轻戴一下 你看我的鼻尖是很圆的 画一个新鼻尖 用一把小晕染刷把它晕开 眼窝的晕染是从上往下这样晕 然后到了鼻子中间这一块就是往下 这样往两边晕 鼻头鼻尖着的也是往下晕 然后鼻翼也是向下 高光提亮 用刷子把它晕开 把鼻周这一块盖一下 它也能缩小鼻翼 浅浅嫩嫩的粉色腮红 腮红往上扫打在项骨上 它们的眉毛都是比较有毛流感的 眉毛是浅棕色 因为我本身眉毛就比较浓密 就很有毛流感 把眉毛拉长 杭州真的是总在下雨 现在又要下雨 腮红再加一点 杭州这样扫在面中 一点高光 眼下体谅 过残就不画了 用腮红给上眼皮铺索 加睫毛 今天不太想贴假睫毛 给你们来一个神仙搭配 先用Kiss Me的棕色 来做一个打底 这个Kiss Me我买的是二代 我想试看它好不好用 果然没有一代好用 但是它用来打底非常的好 两个搭配一起用效果 绝了 加一下 然后再用恋爱魔镜的这一款 上面有好多纤维 可以让你的睫毛更长 还有一个定型的作用 你们看这还要贴什么假睫毛 下睫毛就浅浅戴一下 棕色眼线胶笔 开一个眼角 还有上挑眼线 短短的就好不要很长 这个美瞳真的很好看 但它的缺点就是 你们看 应该在眼球底部 眼白的这个部分 跑到上面去 它就转 转到上面去了 要手动把它 转下来 在下面是对的 现在这个太阳高照 太阳照得我都睁不开眼睛 像一种凹式的嘟嘟唇 这样就晕得很自然 这个方法要比你画唇线好多了 最后再加一点美式小区 帮用这个牙签的这个头头 蘸一点点 装坏完了 我们把窗帘打开 好啊 这个状况我们就分享完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试着画一画 很好看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介绍 拜拜